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也提过我的太太青年骑士在灵粮坛长大 我的岳父岳母也是在这个地方一直成长 因此认识当时的一些弟兄姐妹 今天再见到你们 心里有份感恩 这么多年 仍然坚定地侍奉神 在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角色 继续跟随神 我也看到很多新有代的弟兄姐妹 看到神在不同的阶段带领人信主 进入灵阳一起受造就 我为你们很感恩 我想我不是说客套的话 我想我不是在说客套话 而是心里感受到神在你们中间的恩惠 而是感受到神在你们中间的恩惠 虽然未必见了所有弟兄姐妹 今天不一定能见到所有弟兄姐妹 有一部分可能在家中 来到去网上聆听 有一部分可能在家里在网上聆听 我也希望你们知道 我也希望你们知道 神的恩典在你身上 因此你记得 因此你记得 一生按所领受的恩 活在神的面前 一生按所领受的恩 活在神面前 你的生活和你所蒙的恩 都是相称的 你的生活和你所蒙的恩 都是相称的 我们这段时间说爱主更深 我们这段时间说爱主更深 我初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刚刚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 咦 会不会好像很老套的说话呢 会想会不会是很老套的话呢 不如用一些比较新穎的表达方式 不如用一些比较新颖的表达方式 但当我在想的时候 可是当我在想的时候 我仍然感觉这个是我们的追求 我仍然是觉得这是我们的追求 原来是一个很清楚直接的方向 是很清楚直接的方向 第一只会爱主更深 弟兄姐妹爱主更深 因为主的爱实在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大很大的作为 因为主爱真的在我们生命中 有很大的作为 普罗说有人不爱主 只能可就可做 保罗说有人不爱主 这人就可葬了 所以我仍然保持这四个字 我所以仍然保持这四个字 我很盼望 我很盼望 神感动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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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知道去爱祂 更加知道的去爱祂 透过我们不同的生活行为 透过我们不同的生活行为 我们所做所行的事 我们所做所行的事 可以更多表达对主的爱 可以更多的表达对主的爱 我们今天会思想西班牙书的一段经文 去注目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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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仰望耶稣 去仰望耶稣 去爱耶稣 大家和我一起祈祈祈祷 祈祈祷 我们主我们的神 你是爱 在你里面充满着对人那份的恩慈 年纹 主要我们这群人曾经在忧暗中生活 没有神 没有盼望 但是主要你将我们从黑暗的角度 遷入你爱祀耶稣基督的角度里面 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份无条件的爱 不是世人的那份的短暂即逝的爱 而是永恒的上帝 永恒的爱 主,我们有些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吸引了我们的心 有时我们忘记了你的爱 主,今天我们同心祷告 求主再次借着你的圣灵 将你的爱囂灌在我们心中 叫我们更深体会 你自己的爱 又教动我们 让我们一举一动 是像蒙词爱的儿女 一举一动是表达对你的爱 主啊,愿意地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打开圣经的说话 读你自己的道 但我们主知道 我们很容易会变成一种 纯知识的学习 主啊,我们恳求你 赐下你宝贵的圣灵 让你的说话成为活泼的道 进入我们的心中 好像在厌马五思路上 当你和两门徒来到讲述你自己的时候 他们的心都火热了 主啊,求你自己亲时示人 让你的道在我们心中 火热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更知道去爱你 更知道去跟随你 天父求你引动我们 让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 无论在家中 在教会里面的 我们在你的恩惠中 都蒙恩典 我们仰望祈祷 奉主耶稣 明智祈求 阿门 最后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讲个故事 好几年前我在中国的内地 好几年前我在中国内地 在华中的地方 跟一位牧师聊天 在华中的地方 跟牧师聊天 牧师告诉我自己的经历 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很多教会都要封闭了 很多教会都要封闭了 但是他们的教会 虽然是封闭了 可是他们的教会虽然是封闭了 但是他发觉 仍然有很多教徒是很留意 来到去敬拜神 他说当时他自己是少年人 但是他发觉他的姑姑很特别 可是他发现他的姑姑很特别 姑姑是基督徒 也是因为他的身份 也因为他的身份 被当时的政府来捉拿 去被当时的政府来抓拿 然后说他是反革命分子 说他是反革命分子 因此要他做一件事情 因此要他做一件事 大家可能听过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一些的第一次目所面对 大家可能也听过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一些弟兄姐妹所面对的 是戴着高帽 是戴着一个高帽 身上挂着一个牌子 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 然后拿着一个钟 然后拿着一个钟 叫他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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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是每一天 是每一天 每一天都要出去游街 这位少年 这位少年 看到她姑姑这么惨 就跟姑姑说 耶稣爱你 怎么会让你这么做 就问她说 耶稣爱你 为什么会让你这么做 但姑姑就告诉她 她姑姑跟她说 不要紧 继续仰望耶稣 继续仰望耶稣 然后她就照常做了平时的事 然后她就照常做她平时的事 第二天 一早又再去游街 第二天又去游街 受了很多羞辱 受到了很多羞辱 这位姐妹仍然坚定信靠耶稣 可是这位姐妹仍然坚定信靠耶稣 有一次游街回来 有一次游街回来 这个少年见到姑姑这样 很难过走过去 差不多想走 这个少年见到姑姑这样很难过 走过去差不多想哭了 姑姑说继续信靠耶稣 可是姑姑说继续信靠耶稣 继续仰望耶稣 继续仰望耶稣 我为你祈祷 我为你祷告 在她祈祷的时候 突然间她心 不知道为什么 感动 在祷告的时候 不知道她的心 为什么突然有感动 她就说 我为一个少年祈祷 主啊 我将她奉献在你手中 扣你一生使用她 她说 主啊 我为这少年 为你祷告 把她放在你手上 让你一生去使用她 这位牧师说 这牧师现在讲起 她说当时都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将我奉献的呢 当时她也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把我奉献 自己对信仰都一知半解 自己对信仰还是一知半解 只是见到一个 很坚定信靠耶稣的姑姑 只是见到一个 很坚定信靠耶稣的姑姑 当姑姑这样祈祷的时候 当姑姑这么祷告的时候 她心里很接受 她心里很接受 想不到 想不到 很多年之后 很多年后 80年代 政治形势稳定一些 政治形势稳定了 教会可以开放 教会重新开放 这位弟兄当时还不是牧师 他就周围找机会读神学 他就到处去找机会读神学 神让他有恩典 他接受装备 后来就在教会开放之后 他就开始做传道 后来就在教会重新开放之后 他开始做传道 然后他常常告诉自己 有什么困难出现 有什么困难出现 继续仰望耶稣 继续仰望耶稣 我今天见到他 我今天看到他 神很使用他 神很使用他 他的教会有2000多人 他的教会有2000多人 有很多人因为他的教会而信主 这位牧者说回头 这位牧者现在说起 他说因为耶稣 所以我能够服侍他 所以我能够服侍他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 我们仍然有盼望 我们仍然有盼望 重视再有新的风暴 我们仍然可以站得住 我们仍然可以站得住 他认为我多时候 我都想起这位牧者 神父姐妹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位牧者 想起他姑姑跟他说的话 无论情况如何 无论情况如何 总要仰望耶稣 总要仰望耶稣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也以一个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也以这个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告诉我们一生要专一的仰望耶稣 告诉我们一生要专一的仰望耶稣 请我们先看看圣经 我们先看圣经 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刚才都读过的 我们刚刚也读了 第一节这样说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能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能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圣经提及到一个路程 原来意思是一个比赛的赛程 原来的意思是赛程比赛的一个路程 这个赛程是象征着你和我的人生的路 这个赛程是比喻着我们人生的路 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短跑 经文意思是讲的一个长跑 经文的意思是说一个长跑 信仰的人生路是一段长跑 信仰的人生路是一段长跑 但这条路程不是你自己寻找回来的 可是这条路程并不是你自己寻找回来的 你记得圣经所说 你记得圣经说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是摆在你面前 是摆在你的面前 是谁摆的 因为上帝将他对你的心意 摆在你的面前 这位上帝把他对你的心意 摆在你的面前 是他定下来给你的路 是他定下来给你的路 他要你跑完一条赛程 他要你跑完一条赛程 在过程里面会有困难 在过程当中会有困难 但是你特别留意到 你要留心那些见证人 可是圣经特别提到 你要留心那些见证 有很多的见证人在你身边 有许多的见证人在你身边 你留意圣经 在佛罗书前面一章十一章 你留意西拜来书前一章十一章 就讲述到很多很多的信徒 就说到很多很多的信徒 在他们信仰的路上 遇到很多的艰难 在他们的信仰上 遇到很多的艰难 面对很多不同的逼迫 面对很多不同的逼迫 但是他们仍然很坚定地信靠耶稣 我自己自小很喜欢做一件事 我从小很喜欢做一件事 就是看传记 就是看传记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人看传记 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看传记 我发觉当我看回很多先言 他们人生的历程 我发现我看到很多先贤 那么人生的历程 不一定是一帆风顺 信神的人不因此就是千色常蓝 信神的人不一定是天色常蓝 但是我看到一些人虽然有困难 但是他们怎么靠主耶稣来克服 可是我看到这些人 就算他们有困难 他们是怎么样靠着主耶稣来克服 在我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 给我很大的鼓励 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 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最近看回一些中国教会的历史 我最近回看一些中国教会的历史 看到有一些人在政治风暴当中 他们跌倒了 看到有些人在政治风暴中跌倒了 但同样我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 可是我也看到不少的基督徒 不少的牧者 他们在各种艰难当中 他们在各种艰辛当中 如何坚定他的信仰 成为了我很大的鼓励 成为我很大的鼓励 留心那些见证人 留心那些见证人 因为神可以帮助他们走完他们的路 就因为神帮助他们走完他们的路 祂也会帮助我们走完我们要走的路 祂也会帮助我们走完我们要走的路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有一句说话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有一句说话 大家会记得的 大家会记得的 大家再读一次好不好 大家再读一次好吗 因为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算我们软弱 就算我们软弱 因为这是祂的本性 因为这是祂的本性 祂不会违背祂自己的本性 祂不会违背祂自己的本性 你这么差 我就这样带你 你这么差 我就这样带你 不是的 祂仍然是信实地带我们 祂仍然是信实地带我们 祂仍然地怜悯我们 祂仍然怜悯我们 每当我们想回圣经所应许的事情 每当我们想起圣经所应许的事 我们就可以放心 我们就可以放心 面对自己的怨弱 面对自己的软弱 不要害怕自己的错失 不要害怕自己的错失 因为主仍然是信实的主 因为主仍然是信实的主 我一位很熟悉的弟兄 我一位很熟悉的弟兄 跟我一起成长 后来离开了主 后来离开了主 我们很难受 但是经过一段日子之后 可是经过一段日子之后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 他回来信主 他重庆回来信主 后来有机会听到他分享 后来有机会听到他的分享 他说他读书很厉害 他说他读书很厉害 后来做了一间大学的教授 后来做了大学的教授 去了台湾的地方生活 去了台湾生活 在这么多年他已经放下了信仰 在这么多年他有一个信仰 但是有一次太太突然跟他说 可是有一次太太突然跟他说 很久没有回教会 很久没有回教会 不如今天回一次 不如今天去一次吧 回一次 只是回一次 去一次 先生就说 好 回一次 找了一间教会他们回一次 找了一间教会他们就去了一次 他说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 可是他说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 环境很陌生的 环境很陌生的 没有去过的教会 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 但是一唱诗歌的时候 可是一唱诗歌的时候 竟然唱一首他熟悉的诗歌 竟然唱回了一首他熟悉的歌 这首诗歌是你的信实广大 大家识唱 他说这首诗歌是你的信誓广大 他说他一唱的时候 他说他一唱的时候 他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眼泪会流出来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眼泪会流 他说我很少哭 他说我很少哭 但是那时候回想起自己 那么多年很蒙夫 工作家庭健康一直都很平顺 工作家庭健康一直都很平顺 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到主面前 可是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到主的面前 但是主仍然是这么信实 可是主仍然是这么信实 我离开他 他仍然这么爱护我 我离开他 可是他仍然这么爱护我 因此一路上一路上 他就决心再回到主面前 然后一直想一直想 他就决心再回到主面前 我们虽然失信 我们虽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 他仍是可信 你会发觉在你的软弱错失里面 你会发现在你的软弱错失当中 会有神的呼声 会有神的呼声 会有神的引导 会有神的引导 他会带你回到主的面前 他会带你回到主的面前 你会发觉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走这条路的时候 带领一些人来到你身边 成为了你的鼓励 他会带领一些人来到你身边 成为你的鼓励 塞城有一个意思 塞城有一个意思 是说一些见证人 他们跑完了他们的路 说一些见证人 他跑完了他们的路 他们回过头 他们回过头 在旁边跟你打气 你一见到他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时候 他刚刚不是跌倒了吗 现在跑完了 现在已经跑完了 咦 他们跑得完 那如果他都跑得完 我也可以 他们在旁边一路 来到去 跟你打气 他们在旁边 一直跟你打气 神会用不同的人 神会用不同的人 你留心着 他们带给你的信息 你留心着 他们带给你的信息 在这个塞城里面 在这个塞城中 我们要留心几方面 我们要留心几方面 怎么样去跑 圣经下面有三方面提出 圣经下面有三方面提出 第一 第一 刚才我们读到圣经 就是放下各样的前类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着 放下各样的残类 圣经提到这些残类 圣经提到这些残类 或者说重担 或者说重担 是一些拖类 一个人当他赛跑的时候 一个人当他赛跑的时候 我想他不会说 我很喜欢一串金链 他应该不会说 他很喜欢这一串金链 但他知道金链都挺重 大家都知道金链都蛮重的 我带着他去跑 我带着去跑 他不会说 我很喜欢这条牛仔裤 他不会说 我很喜欢这条牛仔裤 很坚固 很坚固 不会磨损我的 不会磨损我 但是他不会穿着牛仔裤上去 因为很重的 他不会穿着牛仔裤上去 因为很重 当然现在有些很轻的 当然现在也有些很轻的 但是你会知道 做赛跑的人 可是你会知道 做赛跑的人 他不会让这些人 去拖累着他 他不会让这些人 来拖累着他 路加福音第21章 路加福音第21章 说到主耶稣再回来之前的情况 说到主耶稣再回来前的情况 圣经就这样说 然后圣经就这样说 你们要谈慎 他说你们要谈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 缠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络 忽然临到你们 那日子就如同网络 呼难临到你们 圣经提到 有一些事情 会累住你的心 圣经提到 有一些事情 会缠累着你的心 贪食醉酒 是一些叫自己失控的事情 是一些叫自己失控的事情 另外就是今生的思虑 另外就是今生的思虑 这些思虑特别强调是今生的 为今生的很多不同的事 为今生很多不同的事 来挂虑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你的居所 你的居所 你将来的前途 当然这些事情 是你的需要 当然这些事情 是你的需要 但是何时 这些需要变成了 你的拖累呢 可是这些 什么时候变成你的拖累呢 就是你将一些 可以交托的事情 变成你要凭自己 去努力 去争取的事情 就是一些 你可以交托的事情 变成了你要自己 去努力 去争取的事 或者说 你要拼命 来追逐的事情 或者是你要拼命 去追逐的事 这些事情 就转变成为了 对你的拖累 这些事情 就转变成为 对你的拖累 我认识一位 但接认识一位 的律师弟兄 我间接地认识了 一位律师弟兄 这位弟兄 说回 他说 在我信主之前 这位弟兄说 在他信主前 我每晚能睡之前 一定做一件事 他每天晚上 零睡前 一定做一件事 我们当时就问 咦 你是不是要做 一些运动 或者怎么样 先睡觉 我们就问 你是不是要做 一点运动 或者怎么样 才能睡觉 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 我当时在律师行 做 我当时在律师行 做 我们有几个partner 我们有几个合伙人 我每晚能睡之前 都会问 我每天晚上 零睡前 都会问 哪一个人 多钱过我 哪一个人 比我多钱 我要 多过他 我要比他 更多 我要想办法 我要多钱过他 我要想办法 比他的钱 更多 就是每个晚上 零睡前 都是想这件事 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但你经常都想 可是常常想 直到我信了耶稣之后 直到我信了耶稣后 我突然间明白 我突然间明白 就算我比他的钱多 就算我比他的钱多 那又怎样呢 是不是我就因此强过他 难道我就因此比他更强 这位弟兄后来说回 这位弟兄后来说 想不到一些 好像正常的活动 想不到一些 很像正常的活动 能赚钱养生 成为了他的生命的拖累 成为了他生命的拖累 当然弟兄姐妹 不单只是一些 今生的思虑 不只是一些今生的思虑 有时候我们的健康 可能都成为了我们的拖累 可能也成为我们的拖累 我不是说因为你有病 所以身体软弱 所以做不到某些事 我不是说因为你病 身体软弱 做不了某些事 而是内心面对着自己的担忧 成为了你心思的捆绑 成为了你心思的捆绑 我昨天说我曾经做过两次的 一个开胸手术 我昨天说我曾经做过两次的开胸手术 我记得当我做完第一次之后 我很记得我做完第一次后 我身体还有很多适应 我身体还有很多的适应 回家 回家 身体很虚弱 身体很虚弱 很多反复 很多反复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差一点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差一点 有时候心还有一点搞痛 而且心还会绞痛 因为我心里安了一个环 因为心里安了一个环 甚至有时候 是不是医生手术不是很好 环掉得出来 是不是想着 是不是医生手术不太好 那环掉出来了 有那么多奇怪的事 就想着很多很奇怪的事 我开始发觉自己 有一些困扰 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一些困扰 有一天早上 我如常感灵修 我如常灵修 有时候我都会唱一首诗歌 有时候我会唱一首诗歌 我拿起那本诗集 我随意打开诗集 一看 一看 这首诗歌 很特别 诗歌很特别 这首诗歌 可能你都会唱 这首诗歌可能你也会唱 诗歌说 任诸何事不要惊怕 诗歌说 任诸何事不需惊怕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我一边唱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是主跟我说 我感觉好像是主跟我说 任诗何事不要惊怕 任诗何事不需惊怕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因为天父必看顾你 因为天父必看顾你 突然我就想 突然我想 我今天有回到健康的心脏 我今天有一个健康的心脏 也是神给我 也是神给我的 这个心是属于神的 这个心是属于神的 竟然是属于祂的 竟然是属于祂的 祂怎么会不看顾属于祂的呢 在那个时候开始 在那个时候开始 我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我将我的健康交托给神 我把我的健康交托给神 没错我仍然去努力 来到去操练自己的健康 没错我仍然很努力地操练自己的健康 但我发觉这个问题 不再成为了我的前类 可是我发现这个问题 不再成为我的前类 留心 留心 放下这些拖累 放下这些拖累 你要问自己 你要问自己 有什么生活的事情 成为了你的拖累 有什么生活的事 成为你的拖累 要快快地把它交托给主 第二圣经提到 脱下容易前类的罪 第二圣经提到 脱下容易残累的罪 或者说残住你的罪 或者说残住你的罪 我留意到 大家都会留意到 大家也会留意到 香港是一个很消费主义式的社会 香港是一个很消费主义式的社会 有时候留意下一些广告 有时候留意一些广告 网上的或者报刊上的 网上的或者报刊的 我发觉广告有一股特别的目标 我发现广告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目标 它要刺激消费 它要刺激消费 但怎样能够令到你 很想买它推销的东西呢 可是怎样令到你很想买它推销的东西呢 就是要你感觉到自己缺乏 就是要你感觉到自己缺乏 如果你没有一个最高规格的手机 如果你没有这个最高规格的手机 你就会被人看小的了 你就会被人小看 你就会失去你的朋友了 所以有朋友围着你 朋友围绕你 每个人都很喜欢你 你睡不着 你睡不着 因为你有缺乏 因为你有缺乏 你缺乏一张可以让你一睡下去 立刻睡得着的床肉 你缺乏了一张可以让你一躺下去 就睡着的床路 你没有你就缺了一点东西 有很多不同的信息在你耳边响起 是挑起你很多内心的贪欲 挑起你内心很多的贪欲 以至你一路的眼光会集中到一些 你不一定需要有的东西上 以至你的眼光集中在一些 你不一定需要的东西上 有很多不同世界上的事情 有很多不同世界上的事 会容易缠住你 刚刚说的重担 现在说的是罪 一位姊妹都说 一位姐妹曾经说 她很坦诚的分享 我过去这么多年 在感情的事上 得罪神很多次 我过去这么多年 在感情事上得罪过神很多次 她说现在我明白 现在我明白 因为我有一个love deficit 现在我有一个爱的不负 爱的不负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她说我自己知道自己成长过程 很缺乏爱 我知道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很缺乏爱 我爸爸妈妈是不理我 我爸爸妈妈不理我 所以努力很希望有人爱惜我 所以一直很希望有人可以爱我 因此成长的时候 所以成长的时候 用各种方法去想人家疏自己 用各种的方法想别人爱惜自己 但因此被人感情控制她 可因此却被人感情控制她 有什么事情我不要你了 有什么事情我就不要你 她就什么都肯 她就什么都肯 因为她很想得到那份爱 当她自己说回这件事的时候 当她自己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她就说 我其实被自己这种缺乏 来到她缺乏我 我被自己的缺乏缠住 各位弟兄姐妹 有哪些事情是你曾经感觉到很缺乏的 你小心那些事情会成为了你糾纏的罪 你小心那些事会成为你纠缠的罪 你向神寻求 你向神寻求 他按他的心意给你 他按他的心意给你 但你记得 但你记得 不要不择手段 不要不择手段 不理代价 不理代价 怎样都要得到那种满足 否则你会被那个罪纠缠着你 否则你会被那个罪纠缠着 圣经这样说 你要留意 绝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第三 圣经再说 要上上去思念一位主耶稣的榜样 要常常去思念这位主耶稣的榜样 在前面的第二节 刚才我们读过的 在前面的第二节我们刚才读过 圣经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圣经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圣经提到仰望 圣经提到仰望 仰望其实含有一种注视的意思 仰望其实有一种注视的意思 圣经有些地方译做 这主耶稣给你的榜样 特别是祂在世上所留下的榜样 特别是祂在世上留下的榜样 容许我刚刚因为手术员会讲多些自己的经历 容许我因为刚刚做完手术会多讲一些自己的经历 我记得我第二次手术之后 我记得我第二次手术后 推出了去手术室 推出手术室 进入了家户病房 本来好像很稳定很好 突然医生护士在我身边很担心 因为突然发现我里面内出血 很严重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整夜他们要不断帮我输血 要想找方法止住流血的源头 要想方法止住流血的源头 医生跟我说 很危险 很危险 不过我们试试 我们先拆多条喉进你的肺里 我们先管擦进你的肺部 把血道引出来 把那些血倒引出来 如果还是止不了的 再进手术室再做一次 我当时想 我当时想 不用挂 不用吧 但当时就是一种这样的情况 我控制不了 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控制不了 医生一时间都解释不了的原因 医生也一时半会儿 解释不了这个情况 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那时候 我自己静下来 我自己静下来 我就想到圣经所说 我就想到圣经所说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因受的苦难 也都学习了顺服 因受的苦难 学习了顺服 我就想 既然主耶稣 都会经历苦难 我就想 既然主耶稣 也会经历苦难 他才会学习顺从 我岂不是更加需要吗 我岂不是更加需要吗 我主都需要 我更加需要 主 如果主需要的话 我更需要 我体会到 好像是我要有新的功课学习 我体会到 好像是我要有新的功课学习 而主都已经学了 而主已经学了 我就鼓励自己 我就鼓励自己 放心 放心 忍耐着 忍耐着 学习主的样式 学习主的样式 这个时候 这个思想一直帮助我面对 后来经过了几天之后 后来经过几天后 我身体上面插了四条后管 我身上插了四条管子 不断将那些血 来到去 导引出来 不断地将血导引出来 最终停了 最终停了 最终不需要再入院 再入手就必须再做 最终不需要再进手 说是再做 我今天看回头 我今天回看 我感觉在这件事上 我成长了 我感觉在这件事上 我成长了 我在当中领受了新的恩惠 我在当中领受了新的恩惠 先讲到主耶稣 圣经说到主耶稣 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紧握着在前面神要成就的将来 他紧握着神摆在前面神要成就的将来 因此他轻看了面前的痛苦和羞辱 因此他轻看了面前的痛苦和羞辱 可以一路忍耐走完他的赛程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 又在手术室里面出回来 在手术室里出来 觉得很不舒服 觉得很不舒服 很辛苦 医生来复诊 医生来复诊的时候 问医生怎么会这样的 就问医生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检查完之后 医生检查完说 笑笑地跟他说 你放心 保证你在两天之后 保证你在两天后 你在病房周围走 你在病房你可以到处跑 现在只是身体适应 现在只是身体的适应 很快你就周围走 很快你就可以到处跑了 这个病人听完之后 这个病人听完后 突然觉得 好像没什么事了 好像没有什么事 未必那个状况改变了 未必那个状况有改变 但是他里面的心思不同了 可是他心思不一样了 当我们将将来的现实 当我们把将来的现实 放在面前 放在眼前 或者说从将来的现实 去看回你今天的现实 或者说从将来的现实 回看今天的现实 你发觉面前那些艰难 你会发现面前的艰难 会失去那种威胁力 会失去那些威胁力 是令到你可以能够忍受得住 是你可以能受得住的 很多人说 基督徒好像很不现实 很多人说 基督徒好像很不现实 宁愿吃亏都这样做 宁愿吃亏都这样做 但是我告诉你 可是我告诉你 基督徒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基督徒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我们不只是看眼前的现实 我们不只是看眼前的现实 我们是看整个永恒真正的现实 我们是看整个永恒真正的现实 因此我们可以因为永恒的现实 而轻看眼前的现实 所以我们可以因为永恒的现实 而轻看眼前的现实 所以是更现实 所以是更现实 因为知道前面神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知道前面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可以放下眼前一些艰难 我们可以放下眼前的一些艰辛 我们可以忍耐面对 我们可以忍耐面对 圣经说这些思想 圣经说你们要思想 下底再讲第三节你们记得 下面第三节你们可以看到 在下底的第十二章第三第四节 十二章第三第四节 先讲过 那人受罪人只用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那人受罪人只用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这里的思想跟刚刚的思想 这里的思想跟刚刚的思想 很接近的意思 很接近的意思 刚刚说注释 刚刚说注释 这个思想跟注释很接近的意思 这个思想跟注释很接近的意思 但它加了一个观点 可是它加了一个观点 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 比较什么呢 你比较自己 和主耶稣所承受的 有什么分别 你比较自己 和主耶稣所承受的 有什么分别 主耶稣曾经因为罪的缘故 受到罪人的顶撞 受到罪人的顶撞 而且流血 而且流血 舍己 你要比较它的时候 你要在比较它的时候 又算得了什么 我记得一次 我自己 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 有一些困扰 有一些困扰 为了一些特殷之间的事情 很不开心 为了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事情 很不开心 很烦恼 很烦恼 你会想 他们的问题 现在变成我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现在变成我的问题 当时我有一次去领圣餐 有一次我去领圣餐 在圣餐的时候 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 在圣餐的时候 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 一首熟悉的诗歌 一首熟悉的诗歌 为我受伤 为我受伤 主为我受伤 主为我受伤 我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一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受的小小的困扰 我受了那么小小的困扰 比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伤 有些什么可以比较 完全不可以比较 他为我受的伤 是何等的深 何等的大 我就算了什么 我又算什么呢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你记得牧师会说 你记得牧师会说 圣经说你们要尚尚如此行 圣经说你们要尚尚如此行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为的是 祭念我 有些人会说 耶稣这么喜欢别人祭念他 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别人祭念他 他很需要别人祭念吗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是我们需要去祭念耶稣 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主 曾经为我们受伤 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主 曾经为我们受伤 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主 对我们的爱 我们就会有困惑 我们就会有困惑 我们就会软弱 我们就会软弱 弟兄姐妹 将你的心思想上转向耶稣 把你的心思常常转向耶稣 思想他曾经在地上所做的事情 思想他常常在地上所做的事 思想他的忍耐 思想他的忍耐 思想他对你的爱 思想他对你的爱 你会得到新鲜的力量 你会得到新鲜的力量 去走你人生的路程 去走你人生的路程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下期经文 讲到关于管教的事情 说管教的事情 在第四节开始 那路就开始讲到管教 第四节开始就一直在说管教 也到第九节 来到第九节 我请大家不如跟我一起读一读第九节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第九节 再者 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宁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吗 圣经提到管教 你会发觉 你会发现 在你身边可能有些基督徒 跟你讲一些话 跟你讲一些话 一位弟兄跟我说 一位弟兄跟我说 他说我爸爸妈妈短时间相继离世 他说我爸爸妈妈短时间相继离世 我那份工作出了一些问题 我那份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 家里有大经济压力 家里有大的经济压力 我刚刚去做身体检查 我刚刚去做身体检查 发觉自己有癌症 发现自己有癌症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 我觉得神在玩我 我觉得神在玩我 当然我好体会到那种艰难 当然我很体会到那种艰难 但同时会体会人那种 很容易有的倾向 可是也体会到 很容易有的倾向 是不能够接受这条赛道 突然间出现了几个障碍 是不能够接受这条赛路上 突然出现了一些障碍 为什么突然间 有这么多的困难出现 圣经说管教 圣经说管教 有两种情况 给你知名了解 圣经说管教的其中一方面 圣经说管教的其中一方面 可能因为我们曾经犯罪跌倒 可能是因为我们曾经犯罪跌倒 神用一些的惩罚 一些的规限 临到我们身上 神拥有些惩罚 一些亏限 临到我们身上 是要我们不要再犯 要让我们不要再犯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跟罪无关 夜神特别留意到你的需要 而是神特别留意到你的需要 为了你的成长 为了你的成长 去安排某一些磨练给你 去安排某一些磨练给你 一个爸爸 一个爸爸 每一天 一早要求儿子起床 一定要跟他一起出去 去做运动 一定要跟他一起出去做运动 去跑山 去跑山 去踢球等等 去踢球等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英国儿子他知道 因为这个儿子知道 有天生的酵喘病 有天生的酵喘病 身体很弱 身体很弱 他要尽办法帮他来 去锻炼他的身体 他要用尽所有方法 帮他锻炼身体 好像那个残忍 每一天早上都会这样做 好像很残忍 每天早上都要这样做 但是后来这个少年人 康复了 后来这个少年人康复了 而且比他同辈的更强壮 而且比他同辈更强壮 你发觉 上帝给我们的管教 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管教 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远离罪 很多时候是为了让我们远离罪 或者要帮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成长 或者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 因此当你在生活当中 突然跑跑的时候 看到有些障碍出现 所以当你在生命当中 跑跑一下 突然看到有障碍的出现 又发觉 为什么突然自己的脚扭伤了 或者你会突然发现 为什么自己的脚突然扭伤了 要一拐一拐地走 又一拐一拐地走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但是你记得要问 但是你记得要问 神要我在当中学什么 神要我在当中学什么 神要我学习什么 神要我学习什么 神要我领受什么 神要我领受什么 我自己有一位 很尊重的牧者 我记得有我很尊重的牧者 我很喜欢看他的书 我很喜欢看他的书 在美国一位牧师 叫John Piper 是在美国的一位牧师 叫John Piper 因为牧师他曾经 有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 这牧师曾经在一段时间 写了一篇文章 因为他患了鼻烟癌 因为他患了鼻烟癌 大家都很挂心他 大家都很挂心他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很特别 我感觉你可能讲到 关于如何处理癌症 如何面对癌症 你以为是写着 怎么样去处理癌症之类的 但是他写着 Do not waste your cancer 他写着是 不要浪费你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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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边看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 我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很清楚地说 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都有神的美意 都是有神的美意 只有祝福 没有咒诅 只有祝福 没有咒诅 因为神代祂的儿女 因为神代祂的儿女 是必有祂的恩慈 是必有祂的恩慈 所以祂给癌症在我身上出现 所以祂让癌症在我身上出现 一定要我学 一定是要我学 如果我不去留心去学习 如果我不留心去学习 不会得着 神要透过癌症给我的祝福 不去得着 神要透过癌症给我的祝福 我就白癌这个癌症 我就白癌了这个癌症 我就浪费这个癌症 我就浪费了这个癌症 大家明白的意思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真实 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真实 一个人当他明白这位上帝 一个人当他明白这位上帝 他掌管我们人生 他掌管了我们的人生 他爱我们 我们就会来到 去恩言接受这个管教 我们就会心难接受他的管教 所以你记得十二章第十节 所以你看到十二章第十节 圣经就说 圣经说 他说生亲的父都是暂随己以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使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留意 你留意 你可能在今天或者将来 你可能在今天或者将来 会经历一些苦难 会经历一些苦难 或者你会想不到会出现一些障碍 或者你会想不到会出现一些障碍 但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 留心在那些事上 去得到神给你的祝福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 刚才我提过的 刚刚我提过 主耶稣虽然为儿子 患事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主耶稣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为那受的苦 学了顺从 学了这个表示 学懂了 学懂了 这个表示学懂了 得到了 主耶稣是经过苦难 去领受一个成熟的生命 主耶稣经历了苦难 所以他领受了这个生命 诗人很多时候都同样说 诗人很多时候也同样说 诗篇119篇有两句话 诗篇119篇有两句话 他说我未受苦 已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他说我未受苦 已走迷了路 现在遵守你的话 受苦之前做什么 受苦之前干嘛呢 走迷了路 走迷了路 受苦之后呢 受苦之后呢 现在遵从了神的话 就现在遵守了神的话 119篇第71节这样说 第119篇第71节这样说 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他这样说是表示以前很怀疑 他这样说是表示以前很怀疑 但现在经过苦难之后 可是现在经过苦难之后 他体会了苦难带给他益处 他体会到苦难带给他的益处 而且让他真正学习到神的律力 而且让他真正的学习到神的律力 过去读很多 过去读很多 但是未必明白 可是不一定明白 但是现在因为苦难的缘故 他真正明白 可是现在因为苦难的缘故 他真正明白了 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告诉我听这件事 我有很多很多朋友 跟我说这件事 我不多说 我不多说 但是我有一个结论就是 可是我有一个结论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明白神的道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明白神的道 是我们心里有些地方毕塞了 是我们心里有些地方毕塞了 苦难将我们心里的毕塞闯开了 可是苦难把我们心里的那些毕塞闯开了 叫我们可以明白而领受神的话 叫我们可以明白 而且领受神的话 因此下帝圣经再说 因此下面圣经再说 在12章第12节 第12章第12节 是你和我很多时候都会看的 是很多时候你跟我都会看的 圣经怎么说呢 既然明白了这种神管教背后的原因 既然明白了神管教背后的原因 就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就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意味着不要因为害怕面对 意味着不要因为害怕面对 或者好灰心埋怨神 或者灰心埋怨神 以至自己就放脾了 好像自己就颓废了 这个时候神呼吁我们 这时候神呼吁我们 把下垂的手 把下垂的手 阮下来的腿 软下来的腿 再次放胆向前走 再次放胆向前走 放胆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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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宣教士 一位宣教士 有一次听他的分享 有一次听他的分享 他本身是在欧洲地方来工作 他本来是在欧洲来工作的 一位宣教士他说 所以宣教士说 认识一个 他们华人夫妇开一间餐馆 他们华人夫妇开一间餐馆 但是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很不容易去探望他 很不容易去看望他 但是他都是刚刚信主 可是他也是刚刚信主 最近有发生一些事情 最近有发生了一些事 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尽量安排去探望他 所以都尽量安排去看望他们 去到时候他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去到了那边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位弟兄 信主三个月 信主三个月 但是他说我开一间餐馆 可是他说我开这间餐馆 以前也没有什么问题 以前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最近本地的警察 可是最近本地警察 在一些东欧的地区 经常来寻查我的餐馆 一个月之内 你查了三次 又说我那些不合规格 又说我这些不合规格 那些不合标准 你明白 目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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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生意 当这位宣教小路听他说的时候 他心里面都很担心 他心里很担心 他会不会埋怨神 他会不会埋怨神 他会不会现在开始不相信主 他会不会现在开始不相信主 但是走不到这位的弟兄继续说 可是想不到这弟兄继续说 他说这段时间 他说这段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圣经的一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圣经那句话 有人曾经教我 有人曾经教我 你留心圣经约伯记 你留心圣经的约伯记 他就记得圣经约伯记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然后呢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他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不要紧 神有祂的意思 神有祂的意思 祂过去比我这么多 祂过去给我这么多 祂有权再收回 祂有权收回 我仍然去赞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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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放心再走 继续信靠耶稣 继续信靠耶稣 这个宣教师分享这件事的时候 我心也会这样想 一个人 当他在困难中 他去顺服神对他的安排 他去顺服神对他的安排 不去怀怨 不去埋怨 不去报复 不去报复 在那时候 在这时候 他继续走一条正路 他再继续走一条正路 就如圣经所说 所以圣经说 他不单止提起自己的脚 他不只是提起自己的腿 他将道路都收直 他把道路都修直了 他走回正路上 他走在正路上 他生命当中很多的软弱错失 他生命当中很多的软弱错失 反而在那时候得到痊愈 反而在那时候得到痊愈 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是远超我们眼前的眼光 是远超我们眼前的眼光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真是可以在主面前 是有圣 与他的圣结有份 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 与他的圣结有份 好 大家知道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基督姐妹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我们继续思想 我们继续思想 在下期的经文里面再继续讲 在下面的经文再继续说 在一条赛道上一路跑的时候 在赛道上一路跑的时候 要小心 要很小心 因为可能会失去神的恩典 很容易会失去神的恩典 在十二章第十五节 在十二章第十五节 大家一起读一下 大家一起念 圣经提到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圣经提到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我们已经领受了救恩 我们已经领受了救恩 我们有神给我们永恒的应许 我们有神给我们有可能的应许 但圣经说 可是圣经说 你有机会会失去这些恩典 为什么会呢 圣经说 圣经说 有人失了恩 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圣经提到毒根 或者苦根 有些翻译说苦根 或者有些翻译说苦根 这些苦根会在里面慢慢慢慢生长 是污蔑自己 也会陷别人在罪中 也会陷别人在罪中 你发现生命中有时候有些苦根出现 你发现生命中有时候有些苦根出现 圣经的生命记第29章 我们不详细看 圣经的生命记第29章 我们都尝试看 有提到同样的苦根 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着很多外邦人 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面对了很多外邦人 外邦人有他们所敬拜的假神 外邦人有他们所敬拜的假神 但是觉得他们的国家轻盛 可是他们的国家兴盛 战争胜利 战争胜利 所以被吸引去拜他们的假神 所以被吸引去拜他们的假神 圣经就说 圣经就说 在那时候他们的苦根出现了 那时候他们的苦根出现了 因为受到这些试探 他们就偏离转向敬拜其他的神 他们就偏离转向去敬拜别的神 弟兄姊妹 留心在生活上 留心在生活上 有一些试探出现 你没有理会祂 你没有怎么理会祂 慢慢慢慢祂长大 叫你失去神的恩 有位弟兄刚刚跟我分享 有位弟兄刚刚跟我分享 他说这些事情 如果不从小去处理 就很大问题了 有些事情不从小去处理 就会衍生出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发觉他的洗手间 有一条喉管滴水 因为他发现他洗手间 有一条喉管滴水 他没有空去理会 他没有空去理会 就放了一个水碑在下面 接着那滴下来的水 都滴了苦门 倒了去再接那些滴水 那滴到滴的时候 就把水碑里的水倒掉了 再放在那边接水 如是者很多日 盧氏者很多天了 突然间回家 突然有一天 全房子都净水了 一路滴一路滴的时候 滴到那么上下 他就爆了 一字滴一字滴的时候 滴上那么下他就破裂了 那水喉水就浸满了 那水喉水就进到厅里 他就说 小事不去处理 将来更大的问题 他就说小事不处理 将来会有更大的问题 圣经说根 这些苦根 如果你不去留心 如果这些苦根 你不留心 它会污染你的生命 甚至叫你失去神的恩 圣经又再说 如果有贪恋世俗的事情 如果有贪恋世俗的事 都会叫你失去神的恩 下面十二章第十六节 下面十二章第十六节 圣经就这么说 圣经将说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 如乙少的 他因因点食物 把自己长治的名分卖了 十七节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租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好枯切除 却得不到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我想大家同学再思想一件事 我想大家再跟我思想一件事 我们常常在开玩笑 不要吃红豆粥 不要吃红豆粥 吃了之后就没有自己的名分 吃了之后你就没有长治的名分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圣经说到在《创世纪》二十五章 当耶稣他从田野回来 当耶稣他从田野回来 很累很热 很累很热 他就说 我就累分了 我就累熏了 我快要死了 我累了 我快要死了 你知道这一段时间香港很热 你知道最近香港也很热 你很辛苦 你流了大汗 你很辛苦流满汗 你说热死了 你快要热死了 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死的 但是你知道你不会死 但是当耶稣说 我就快要死了 当耶稣说 我就快要死了 他接着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长治的名分 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这长治的名分 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突然把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福分 突然把一个很重要属灵的福分 把它放下了 他宁愿即使能够可以得到一些满足 他宁愿即使马上可以得到一些满足 不肯承受一些 或者少许的艰难 不肯承受一些小小的艰难 宁愿放弃了一个属灵的福分 这个作为长治的圣洁的身份 这个作为长治圣洁的身份 先说他贪恋世俗 圣经说他贪恋世俗 当然我们知道世俗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世俗是什么 是属于世界 是属于世界的 是地上短暂的享乐 是地上短暂的享乐 是那些虚佛的荣耀光彩 那些虚华的荣耀光彩 但这些事情不一定是犯罪的事 是恶的事 那问题在于 在于什么呢 是因为你轻视属灵的福分 你贪恋世俗的时候 你爱这个世界过于爱神 你爱这个世界过于爱神 要给你的福分 爱这个世界过于爱神 要给你的福分 你就很容易失去神的恩 你就很容易失去神的恩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圣经说到贪恋世俗的时候 所以当圣经说到贪恋世俗的时候 我说不一定是一些犯罪的事 我在说不一定是一些犯罪的事 但如果你不是爱你的神 可是如果你不是爱你的神 爱神应许给你的恩典 爱神应许给你的恩典 多个世上有的 给你的满足 多个世上给你的满足 你里面出现了贪恋世俗 里面出现了贪恋世俗 以至有机会 会叫你失去神的恩 以至有机会叫你失去神的恩 在这条塞道上 在这条塞道上 圣经提醒我们 要留心去思想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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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祂的榜样 让祂的榜样 一路的来到去鼓励你 一致的鼓励你 也让祂一路成为你的帮助 也让祂一路一致成为你的帮助 也让祂一路一致成为你的帮助 要留心很多的见证人 你要留心很多的见证人 在过程当中就算有障碍 你知道这些障碍于我有益 你知道这些障碍于我有益 一路走的时候 一边走的时候 你还要小心 不要让心中出现苦根 不要让贪恋世俗出现在你的内心 以至你去到差不多终点的时候 你会掉下来 你会失去神的恩 我最后想说一位弟兄的事 我最后想再说一位弟兄的事 很多年前我在加拿大 很多年前我在加拿大 在那时候 一间教会请我讲道的时候 一位弟兄就负责车我 在那时候 那个教会请我讲道的时候 这位弟兄负责载我去教会 我在过程当中一路跟他聊天 在过程当中一边跟他聊天 原来知道他是一位传道 我知道他是一位传道 他跟我分享 他说师母师你看我这样的年纪 其实我做了几年而已 他跟我说 萧牧师你看我这样的年纪 其实我才做了几年 他说我中途出家的 我是中途出家的 他说以前一直在做一些工程工作 他说以前我一直在做一些工程的工作 心里想侍奉神 所以我就读部分时间神学 所以我就读那些部分时间神学 到最后一年 到最后一年 就想不如都暂停工作 不如把工作暂停 我就全时间完成了他 我就全时间完成他 当他完成神学之后 当他完成神学后 他心里想 他心里在想 我究竟是出来做自己的工 我到底是出来再继续我的工作 我到底是出来再继续我的工作 还是我可以全职的侍奉神 他一直在祈祷 他一直在祈祷 做回我的本行 我就知道神没有带领我去做传道 我就知道神没有带领我去做传道 所以他就去申请 申请的时候很快竟然有回复 申请的时候很快就有回复 完全是他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完全是他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是给他做研究工作 是让他做研究的工作 而且有一小队的人跟着他做研究 而且有一小队的人跟着他做研究 而且他的工作 和他所在和他家很近 而且他的工作地跟他家里很近 在北美深的人知道 用很多时间在交通上面 在北美深的人知道 要有很多时间在交通上 十分钟回到公司 他说我十分钟就能回到公司 这份工作很有前途 而且这份工作很有前途 他因此有结论 因此他有结论 我想是神喜悦我在工作上见证他 他说那应该是神喜悦我在工作上去见证他 我预备一份好工作 为我预备了这份好的工作 然后跟着他回家预备 覆一封电邮去接受这份工作 然后他回家的时候 准备写一封电邮去接受这份工作 当他开始打这封邮件的时候 当他开始打这封邮件的时候 他心里总是有点不安 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他在那个时候很清楚一个信息 他在那时候很清楚一个信息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突然有一种很大的反省 究竟我其实觉得是神的旨意 到底我是觉得是神的旨意 还是我爱这份梦想中的工作 比爱神更多呢 在过程中他自己明白自己 在过程中他自己明白自己 因此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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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跟我说 他说肖牧师 他说肖牧师 当我自己一路去思想的时候 当我自己一路去思想的时候 我明白 我明白 上帝不是叫我在无可选择之下 选去侍奉他 上帝不是叫我在无可选择下去 侍奉他 他给了一份好工作 但他要我因为爱他的缘故 他要我因为爱他的缘故 去选择去侍奉他 而去选择侍奉他 我今天做了传道 他说我非常感恩 他说我非常感恩 我没有做错决定 弟兄姐妹 爱你的主 他会救你脱离 这个世俗贪恋的事 他会带你脱离世俗贪恋的事 会给你得到真正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会给你真正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在过程当中 或许会有很多不同的艰难 让你记得 转眼仰望耶稣 转眼仰望耶稣 去思想他 去思想他 思想他留给你生命的榜样 你可以得到力量 你可以得到力量 继续去爱他 继续去走这条赛道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很多世界的吸引 让我们在你所给我们人生的赛情上面 我们 我们专心地仰望耶稣 专心地靠着你 走完你所给我们的路 让我们在天见你的面的时候 我们是欢喜快乐 因为你将永远荣耀的恩惠 赐给我们 仰望祈祷 奉耶稣圣命祈求 阿们 祁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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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